外部的环境越来越不稳定,感觉到山雨欲来丰满楼。 中国和美国的分歧日渐加深,台湾问题只是其中一个争断。 另一个影响全球安全形势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 这导致俄罗斯和许多国家,尤其是和美国以及北越国家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而这一切都对新加坡影响深远。 我担心,这个区域里,大国之间的博弈会更加激烈,局势也会更加紧张。 亚太地区会不会出现和欧洲一样的纠纷,发生冲突呢? 我们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所以要做好心理准备。 团结意志,应对任何危机。 俄乌战争爆发的时候,新加坡明确表态谴责俄罗斯。 一般新加坡人明白政府的立场。 但是,也有些人问政府,为什么要得罪俄罗斯? 为什么要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 新加坡何必强出头? 其实,我们不是选边站,我们不是亲美,也不是要和俄罗斯作对。 但是,我们必须采取坚定的立场,捍卫根本的原则,不能含糊。 因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对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很重要。 尤其对新加坡这样一个小国来说,这关系到国家的生存。 我们向来反对强权就是功力。 当1983年美国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新加坡在联合国大会上就投下反对票。 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的时候,我们同样坚决反对。 在乌克兰问题上,如果我们不坚持立场,不明确表态,万一有一天我国面对侵略, 国际上就不会有人为我们说话了。 联合国提成谴责俄罗斯决议案时,世界各国的立场并不相同。 在亚洲国家当中,印度投了期权票。 印度的主要战略考量是与中国的关系。 印度与中国之间存在相当严重的摩擦。 因此,他们有充足的理由要同俄罗斯保持友好关系。 他们也要继续向俄罗斯购买军备。 中国也投了期权票。 中国主要考虑到自身与美国之间的矛盾。 中方认为,即使他们反对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也不会赢得美国的感激和回报。 一些中国的言论甚至认为,美国对付俄罗斯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中国。 毕竟,一些美国的言论就把乌克兰问题定义为民主国家和独裁政权之间的斗争。 这使得中国更不愿意削弱同俄罗斯上不封顶的战略合作关系。 在亚西安,越南和老挝投了期权票。 这两个国家从苏联时代就和俄罗斯的关系密切。 其他的亚西安成员国虽然支持决议案,但都没有点名谴责俄罗斯。 这是可以理解的。 他们的危机感不像我们那么强烈,因为他们都不是亚西安最小的成员国。 新加坡是亚西安最小的成员国。 我们的利益考量自然和这些国家不一样。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但谴责俄罗斯,还对他采取了针对性的制裁。 我刚才一一说明了各国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所采取的立场, 主要就是要让大家可以进一步了解,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利益和考量。 我们从社交媒体,例如WhatsApp,Telegram,Facebook,微信等,获得各种信息。 我们可能以为这些信息都是真的,都是可信的。 其实,有些信息是别有用意的,想要影响我们的立场,甚至破坏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例如,在乌克兰的问题上,人们在手机上接收到的信息,有不少显然是要记起一种强烈的反美情绪。 中文的有,英文的也有。 另一些信息,目的是要抹黑俄罗斯和中国。 他们也是想要影响我们的立场,要我们和西方站在一起。 所以,当我们收到任何信息的时候,都必须要有所警惕,想一想,这些信息是哪里来的?有什么用意? 我们真的要把它转发给朋友吗? 我们应该先弄清事实,不要照单全收。 我们必须防范不良外国势力的干预,不论它来自哪一方。 这样,我们才能够保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美国走过这场风暴,现在他们在非常关注乌克兰的问题。 战争还在继续中,我们已经采取了很明确的立场。 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关乎国家存亡的基本原则。 那就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独立,不可以让其他国家没有理由被侵犯。 更不能够由其他国家因为历史错误,或者是疯狂的决定,或者是不合理的旧的决定,被质问,被挑战。 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国际规则的话,我看对新加坡,并且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会造成一个新的危险。 这个不是选边站,这个是维持国家的利益,捍卫一个基本的国际原则。 新加坡一向是秉持这个原则。 所以在联合国多年来,每几年都有这样的情况会发生。 不同的国家会发生战争,或者某个国家侵犯另外一个国家领土的事件。 那我们每一次都维持一贯的政策。以前柬埔寨被入侵的时候,就是七八年,我们的立场也很坚定。 过去很久以前,1983年,美国进军Granada,是一个拉丁美洲、中美洲、加利比海的一个小岛国。 因为他们要改换那个国家的政府。我们也投票反对它。 并我们不是美国的仇人或者敌人,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美国可以这么做。 所以这一次我们也不是俄罗斯的仇人或者帝国。 但是我们不能够接受任何国家可以这么做侵犯另外一个国家。 并且因为这一次是这么一个重要的事件。 所以我们不只是在联合国投票表态,不只是发表明确的声明, 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性的制裁行动。 希望阻止俄罗斯伤害乌克兰。 所以我看大家必须很清楚这一点。 有时因为战争是一个很激烈的事情。 大家看见事态发生,就反应是不只是一个理智的反应, 同时是一个整个心理的反应。 那我们必须冷静思考了解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么做。 我想这个不可能是最后一次这样的事情会发生。 并且在亚太地区,我们已经有50年和平的经历了。 这50年来我们能够稳健地继续地发展, 让我们的国家逐步地发展,和其他国家共存、合作、和平竞争, 但是共同创造更繁荣的亚太地区。 以后50年能够不能够维持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非常难说。 我们不能够认为这个是自然而然会发生的。 最重要的问题只不过是我竞争比你强烈一点, 或者你竞争比我手段高一点。 问题是我们能够不能够和平共处。 有没有一个整个区域,甚至是国际的框架, 让每一个国家能够在这个框架里生存、发展、竞争、共同存在。 都能够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